在帛琉海洋大会周边会议长出来自台湾 这是台湾特使访团成员之一 ICDF国合会秘书长向田毅 台湾这回特别在大会中 申办原住民族观点论坛 要跟世界分享天然资源保育 连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 荣誉教授佟春发也出席担任讲者 但台湾要分享的不止气候变迁 大会中各国与会代表伯留总统会数人 台湾总统特使张子静 通通身穿岛山都是台湾制造 深蓝色服装上面有海龟鲨鱼等等 象征海洋保育 伯留总统夫人也穿着特制洋装岛山 因为在伯留岛山就等于他们的正式服装 响应环保永续议题 其实不止海洋大会上面所有与会代表 穿的是台湾制造的岛山 像我身上这一款就是伯留去年国庆日的限定版 同样也都是台湾制造 这一件件衣服都是台湾纺织厂 从伯留进海搜集海洋废气宝特瓶 转换成环保回舟沙 独家揭秘工厂制成 从塑胶瓶片到过滤 接着射出成型制成原料之后 送到成衣厂制成衣服 这回海洋大会岛山花了六周就完成 伯留山不但是飞行 而且跟外交上面也有 一个很大的宣扬宣导台湾 从岛山到访团 这印有台湾的口罩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三连续游戏众大学 伯留采访报道